什么 打工蛋的搬家原因 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他太可怜了 我都哭了呀 伙伴们 伙伴们知道真相 所有的玩家都哭了呀 众所周知 在以前版本 打工蛋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在熬天轮的底下 所有的蛋仔玩家都能发现它的存在 可是在最新的版本中 打工蛋搬家了 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 就是蛋仔岛中的禁区啊 这里空无一人 并且伙伴们 如果你们仔细看打工蛋 你会发现打工蛋他的面朝墙壁 并不愿意看我们呀 无论你怎么对他 他都不愿意看你一眼 对对对对 你们知道打工蛋为什么不愿意看我们吗 他搬家的原因太惨了 其实打工蛋非常非常的惨 小伙伴们 当打工蛋还在摩天轮的时候 大家在摩天轮底下总是在欺负他 有人用土豆地雷吓唬他 有人用咸鱼揍他 所以啊 打工蛋才搬家了呀 因为在摩天轮底下老是有人欺负他 伙伴们 如果你没有欺负过打工蛋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发出来 让大家看看 有多少人没欺负过打工蛋呀 我没欺负过他 打工蛋呀 会负过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